新違法的工作者本身也犯了法 可能对其他特别年轻人的负面影响是有的 作为法律界其实是要出多来澄清 特别的对年轻人解释清楚 对不起犯法就是犯法 前年8.18非法集结案日前判刑 罪成9名被告中有3位更有法律背景 包括资深大律师李柱明及大律师吴靄二 何俊仁则为律师 而何俊仁在判刑后表示 法庭完全从非常负面的角度 去看和平集会游行 同为律师的香港政策研究所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陈泽明 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很多的和平集会演变成为暴力事件 所以法官在判词说了 你单看的集会本身是没有暴力的成份 但很多时候在其他和平集会 都引申到暴力的情况 所以这个和以前或过往的判刑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判刑是合理的 至于有法律背景的人 公然大头违法并被判罪成 按现行制度 相关律师专业团体会如何处理呢? 轻则可以是一些谴责、罚款、重则甚至可以停牌、除牌 一个律师或大律师 如果牵涉到一些刑事的罪行 其实有关的律师会或大律师公会 都会考虑这些因素 他的罪行会不会牵涉到一些不诚实的行为 除牌或者一些纪律的聆讯就非常之可能 其他的刑事罪行就要每一条去看 他触犯了什么刑事罪行 譬如会不会令到行业蒙羞呢?